好,現在我們為各位介紹的是微軟自己出來的一個安全掃描器 這個MVSA Microsoft Baseline Security Analyzer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呢,各位可以用Google 然後線上查詢一下 那版本呢,目前是2.3 所以各位把剛剛的那個名字 Microsoft Baseline Security Analyzer 2.3 然後Download 那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連結 那我們選第一個這個 點下去呢,可以到這邊來 OK,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Download 那下載下來之後呢 把它安裝起來就可以了 好,安裝起來的樣子呢,會像是這樣子 這個畫面 那,各位可以在這邊呢,選擇這個 很抱歉喔,它沒有提供這個中文版 它就只有德文、英文還有法語 它沒有這個中文版 所以各位就選擇英文版的部分來看 好,那它有這個Scaner Computer 那,再來就是 你可以少很多Computer 很多台 那你要怎麼去選擇 再來就是 看它的這個Report 你掃描過的 那你可以去看看 它過去掃描的這個結果 好,然後呢 再來就是 它的一些介紹 你如果有興趣可以看 好,那我們 就是以掃自己 這一台主機為主 試試看 因為我們的作業系統是Windows 好,那這邊呢 你可以選擇它自動會幫你抓到 你現在的電腦是這一台 This Computer 或者是你要打IP也可以 好 然後呢,底下就選擇 這個Report的名字 你要存成檔案之後的樣子 要長什麼樣 然後呢,就開始Scan 那如果說你要看一下它的這個 選項是什麼 Option是什麼 你可以從這邊來 看看 這邊有一個網頁 也就是它的Document 就是 它可以去檢查Windows的 Administrative的這個弱點 然後呢 檢查看看你有沒有弱密碼的部分 還有它的IIS 就是 在微軟底下的網頁伺服器 那它的這個 有沒有這個Administrative的這個弱點 好,那再來就是Sequel 它的資料庫 微軟底下的資料庫的一些安全問題 然後還有這個 你的這個Page呢 有沒有更新到最新 或者是E-Load 它會檢查這些項目 然後包含這個security的這個update check 所以它這個內容介紹的蠻多 那各位可以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如果這邊選項都ok之後呢 你就可以按這個 Start Scan 它就開始掃描 好,那在掃描過程呢 它會去Download 這個security update的這個資訊 好,那掃描完之後呢 它就出現一個report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這邊 Security Assessment 就是安全的這個評量已經結束了 那InCompleted KunaCompleted one or more request 好,我們scan一個 Computer 然後呢 我們這邊選 假設我們選這個127.0.0.1 也就是本身自己這一台 然後呢 Start Scan 好,然後呢 它去下載security的update 的資訊 然後呢 開始掃描 好,那掃描會花一點點時間 那像在這個情況底下呢 我們是沒辦法去掃肉機 因為我們的Windows 就是我們的host的作業系統 我們沒辦法去掃得到 我們的那個 Meta Sporeable的那個 模擬機 當然你如果說 在你的內網內 你的區網內有一些其他的同學 你可以去掃描它 那在校內的話會有個麻煩 就是 你風暴太多的時候就會被斷網 所以建議呢 如果是住校外宿舍 或者是你在家裡面 那有其他的這個家人呢 或者是同學呢 那你是一樣都是微軟的作業系統 那大家都在同一個網段 所以同一個網段就是說 你可能 兩條網路線呢 都是從同一台的那個小烏龜出來的 那你會在同一個網段底下 那或者是呢 你們兩台這個筆電呢 都連到同一個Wi-Fi的這個AP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去 看看對方的IP是多少 去少少看 你可以去掃別人的機器 用這種方式來測試 好那這邊掃描完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是他的時間 掃描時間 然後呢 電腦的名字 他的IP 然後Wall Group這樣子 然後 這邊告訴你 Security Update Category Microsoft Update 那你要用什麼方式去排呢 這邊呢 Wall First 就是最差的排在第一 那或者是你可以反向 分數最高的排第一 都沒有關係 好那我看到這邊一個紅色警示 這個 Developer Tools Runtime and Redistribution Security Update 那 他掃到什麼 你可以點點看 他就告訴你 Security Update Rubes and Service Pack 他掃描了這些東西 這是他剛剛掃描的 他掃了測試了哪一些東西 就這樣子 Microsoft Update 好那再來就是 Result Detail 就是 掃了之後 用剛剛的那個內容 去掃了之後的結果 好那這邊呢 有這個 Description Security Update for Microsoft Virtual C++ Visio Visio C++ 2010 Redistribution Packet 這個呢 還沒安裝 這個 升級套機還沒安裝 好那怎麼安裝呢 就是 去安裝 這個 更新版 這個Page 好 那所以目前呢 就只有這個 因為其實我的電腦還蠻常 進行更新的 所以這個 問題 是紅色沒有錯 但是只要 更新軟體 就可以了 好 再來這個是 嗯 一樣這邊可以看一下 這個講的是 Administrative 就是 這個 這個管理員的這個 弱點的部分 那上面呢 是更新套件的部分 然後 這是管理員的 套的問題 好那來看一下 它一樣是update的 這個 automatic update 那 這一台主機呢 並沒有設定 has not been configured on this computer 這是它的自動更新的部分 沒有設定 好那怎麼樣去解決它 這邊就會有一個 這個說明給各位看 好 好 那 你要去設定它的這個 automatic update check 就是 你要按照它的說明 這邊有說明 control panel 你怎麼樣去進入它的這個 控制台 然後呢 啟用自動更新 然後 Click Double click automatic update 那它就是 可以呢 在你主機有開機的情況底下 自動幫你更新 好 那所以它檢查到這個是 提醒你 你的這個自動更新沒有起用 然後呢 還有未完成的這個 不完整的這個更新 那你 安裝了這個套件 它對應到的這個套件 好 安裝完之後呢 它會重開機 OK 它這個編號是在這邊 好 序號 它的這個文章編號在這裡 所以 在這邊呢 紅色是我們最 最必須要去 正視它的 那像這個自動更新的部分 就看個人 如果說你習慣性的會去 做更新 那其實應該也還好 那如果說你是 這台電腦不是你的 可是公司 希望安全度 有獲得保障 那這個也許 如果你不 不常去更新 就是 你經常會忘記要更新 那建議呢 你可以把它啟動 這個automatic update 的部分 好 所以這套軟體呢 是專門針對 微軟自己本身的作業系統 來做的一個掃描 的功能 那 你也可以從過去 已經有的report 去看看之前掃描的結果 都會在 你可以比對前次後次 比如說你就是 有提醒你哪一些 該更新的沒更新 那你更新完再掃描一次 看看那個是不是 警示會不見 那代表說 它警示的效果 在你更新完之後 是不是有作用 OK 好 所以這是一個在微軟底下 不錯用的一個工具 而且不用錢 各位可以去試試看 好 那再介紹完這個 MVSA之後 我們來看下一套 這個NASUS NASUS這一套呢 非常的強大 那 如果說 如果說 你的這個虛擬機 你的虛擬機一開始裝呢 就只有給它20G 會告訴你這樣不夠 記憶體空間 硬碟空間不足 所以怎麼辦呢 兩個做法 一個就是說 假設你還是要裝在 這個 咖哩裡面 那你就只好把咖哩再 重裝一次 只是那個硬碟空間 要再加大很多 比如說到60或80G 這是一個做法 那你把它安裝在咖哩裡面的好處 是說 你有這個其他的肉機 其他的主機可以玩 可以去掃描 可以去測試 那如果說 你沒有 空間了 你的硬碟空間其實很有限 你也沒辦法再為咖哩Linus去擴增了 那另外一個做法就是 你就用Google去查 NASUS Download 那這邊就有連結 點開之後在這邊 那要嘛 你就是去裝 For Windows的安裝版 For Windows的安裝版 那下載下來 去安裝 這是Card Linux的一個介面 好 那我們 這個 因為大家 在安裝的時候 版本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 請大家 可以的話 就把一些套件 再安裝一次 那首先 是這個apt install openvm tools 把這個先安裝 OK 那我已經安裝過了 所以出來是沒有安裝到東西 因為已經安裝過了 再來 如果完成的話 再麻煩請安裝一個apt install net tools 好 那這些呢 都是 為了方便我們在使用一些套件的時候的一些工具集 所以 麻煩大家也是一樣 把它安裝 如果你 你下載的版本呢 是屬於比較陽春版的 那請把這些套件呢 把它 這個安裝上去 OK 那安裝完之後 我們 要介紹一下怎麼樣安裝NASUS 那在安裝NASUS之前 我們先介紹一下什麼是NASUS NASUS 那各位從網路上可以查到非常有 非常多有關它的這個介紹 那這一家呢 它的產品 TEMPO呢 它的產品是NASUS 那它主要的功用是做弱點掃描 那各位對於弱點掃描大概會有幾個認知 第一個呢 就是說我的系統 是不是存在有哪一些弱點 那這邊所提到的弱點呢 通常就是 目前已知的這個漏洞 那給予編號之後呢 它會去 在系統上 在一個 專門的網站上還有管理 這些漏洞有哪一些 那這些漏洞出來的時候 相對應的軟體或者是作業系統 就要去修改它的這個 就要有它的Patch 就是它的補丁 或者我們就要修補套件 來做修補 好 那如果說 你的電腦在某一種情況底下存在 一個被發現的漏洞 但是你始終沒有去修改它 那就會造成一個狀況就是 駭客們都知道這類型的漏洞 大概可以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入侵系統 那這個補丁呢 你沒有補上去 套件 這個我們叫更新的部分 你沒有更新到的話 就會留一個漏洞 讓人家有機可乘 所以這些漏洞軟體呢 它會有一個很強悍的這個Database 去收集這些資訊 然後呢 針對你的系統去偵測 你是不是存在著這樣子的一個風險 比如說編號第幾號的這個 資安風險呢 你是不是有修補到 如果沒有修補到的話 那就要請你提升 你的這個 把你的這個補丁 或者是我們更新套件 把它更新上去 那系統才會安全 所以它是一個掃描器 那這個 它有分專業版跟這個 一般的試用版 好 那各位可以在網路上看到一些相關的訊息 假設你想要對NASUS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不妨上網去查一下 那接下來就是你要想 你要找地方去下載嘛 所以各位在Google裡面打NASUS Download 打NASUS Download 好 那你就會發現這邊 第一個 那你點下去的話 它就告訴你說 這個 這個 Variability Assessment Assessment 就是評估啦 就是這是弱點 弱點評估 好 那你就會連到這個網頁 那這邊有很多版本 我把它放大一點 好 這邊有很多版本 那各位要去找看看你對應的版本 好 那 我們之前介紹各位去裝的Cali Linux 但是呢 基本上應該是屬於Debian系列的這個版本 所以呢 好 那我們這邊看到的是 NASUS 8.10.0 好 這是Ubuntu OK 那我們就去找到 是Cali在用的那個版本 好 在這邊 好 好 各位可以看到好 這是Debian 然後呢 Cali Linux 11 20173 好 這個 那各位呢就可以下載 好這個才剛出來 好2020年3月24號 然後點它下載 好它就開始Download Download下來會放在哪裡呢 我們來看一下 Download下來它會放在這個 Root 如果你的帳號是Root的話 它會放在Root底下的Download裡面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有這個檔 好 這是下載完的 因為我事先有下載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它在這邊 好 那 下載下來 等一下就安裝它 那安裝的指令呢 是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好 dpkg-i 然後 那 ss 這樣子 dpkg-i 然後呢 後面是這個 名字 那 dpkg呢 是代表套件管理 在這個Debian系列底下 它是套件管理的一個程式 然後-i 代表install 安裝 然後針對它去安裝 那如果你不是Root 那你就用sudo 記得要加sudo才可以安裝 好 那它在安裝的過程 我們先回到剛剛下載的這個頁面 下載的這個頁面上方 各位看到有一個get activation code get activation code get activation code 那你點開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 點下去 activation code 這邊 左邊這邊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是professional版 專業版 那專業版的話 每年的費用呢 是2559塊美金 各位要看 這個錢知道代表是美金的意思 好 那右邊呢 是基本款 那它是給educator 教育者 學生 還有這個獨立的工作者 那它的 最多呢 它可以掃描 就是16個IP而已 跟左邊這個專業版不一樣 因為在公司裡面 在run的話 通常是大量的在做 這個測試 因為機器蠻多的 所以它可以排10層 做一些掃描的動作 那如果是這個 像在學校教書的老師 或者是學生啊 就可以 用這樣的一個版本 那底下呢 就各位可以看到 它有一些介紹 速度快 然後呢 它這個資源 經過 tablet的community 上面有一些 資源 support你 好 然後呢 我們就按這個註冊 好 那我們註冊去取得這個 activation code 所以各位可以去 把自己的資訊打上去 好 那我們剛剛 安裝完之後 各位要看 有這兩行出現的話 就代表成功了 所以各位呢 可以開網頁 然後點這個 就可以看到你的scanner 你的Nessus的scanner 來 You can startNessus by typing 好 我們要先打這個 用這個方式去啟動它 所以我們要先複製 好 啟動了 啟動之後呢 各位就可以call剛剛的網址 來這邊試 好 那我們剛剛啟動了Nessus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那個網頁的部分 我們要去連它 所以我們啟動之後就可以連 這邊呢 他因為沒有SSH 所以他要問你說 他有這個安全的風險 好 那我們就按Advance 好 那底下呢 我們就是 accept risk and continue 好 那各位呢 就可以看到這邊是 他的這個 畫面 Nessus essential 我們要裝的就是這個 那其他還有很多版本 那都是要付費的 只有這個essential 是免費的 好 那這邊呢 就是問你說 是不是要去取得一個 activation code 好 那你也可以在這邊輸入 好 那各位可以在這個頁面上 去註冊它 好 那你就打入你自己的資訊 這是我的 各位不要這個 按照我這樣打 這個是不對的 這邊要打的是你自己的 那你註冊之後呢 他就會 發一封信 到你的這個email去 好 那你再到你的email上去 收信 好 好那各位呢 註冊之後 記得要把信保管好 把信保管好 你才 才可以 正確的去取 啟動它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邊 假設 他這邊有告訴你 你可以在這邊送出申請 當然你要網路送出申請 那如果你有的話 你有的話 Skip這個階段 所以就按Skip 然後這邊呢 就輸入你的 Activation code 好 然後 Continue 這邊呢 我們輸入完這個 啟動碼之後呢 Activation code之後 接下來就輸入 一組帳號密碼 是你自己在用的 你透過它可以登入NASIS 好 然後接下來按Summit 好 Summit之後呢 它的setup就開始了 它現在在做粗食化 那粗食化的過程會非常非常久 所以 各位等到它粗食化完之後呢 才會有其他的這個畫面可以去操作 好 那經過漫長的等待之後呢 這個NASIS的這個 Plug-in的Compire終於完成了 好 那 各位在安裝的時候 曾經輸入過一組帳號密碼 那你就用 同樣是那一組 然後呢 Sign in 好 那登入之後呢 你會看到這個畫面 那 這就是這個 NASIS的一個掃描的設定 那你可以 看一下這邊的這個 設定方式 好 那它的界面其實沒有什麼太多 太多可以調整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新增一個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new scan new scan 那上面有一個setting 這個license utilization 這邊可以去看一下 你少了哪一些 然後軟體的更新 那你更新的時候是所有的元件都要更新呢 還是只更新這個 套件外掛的部分呢 或者是你不要更新 就看你 然後你更新的頻率是每天呢 還是每週 每週或每個月都可以 你自己去決定 好 然後呢 如果你有修改的話 就按save 如果沒有就不用動它 好 master password 自己去改密碼 新的密碼 假設你有要調整的話 OK 這是setting的部分 那scan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去new一個scan 好 那new一個scan的時候呢 接下來 這邊 有幾個選項 你要哪一種advanced的scan呢 或基礎的網路scan呢 或者是dynamic scan這樣子 或者是mellware就是一些 不良軟體 有害軟體的掃描 那mobile 好 那這個是行動裝置的掃描 行動裝置 然後webapplication的測試 有很多 好 那我們以這個當例子 advanced scan這樣子 選它之後呢 接下來你就要給它一個 好 那各位看到 像這個它出現錯誤的訊息 它跟你講說 clear your blouse catch and refresh this page 怎麼做呢 你就按這邊點開 然後它有一個setting的地方 setting preference preference這邊點開 好 那你可以用搜尋的catch 有沒有 那這邊出現一個clear catch 你就點它 它問你是不是要刪除 你就把它按clear 好 然後clear now 那它就刪除掉這個catch的部分 好 那這時候你再按重新整理 好 然後再把它登入 好 那登入之後呢 接下來 這個剛剛我們的scan呢 就可以去建立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my scan 好 那我們來另一個scan的部分 好 那我們選這個advanced scan 點它 好 然後這邊呢 你可以針對這個new scan的設定 來給一些名字 比如說這個 呃 tester scan to 假設是這樣子 然後內容自己去 去寫 那這非必填 然後folder看你要存在哪裡 都可以 你假設自己要建 資料夾可以在這邊再建一個 ok 好 然後target的部分就是主機 那我們剛剛的 在我們的練習肉機是10.20.18.6 那同學自己看你自己的肉機在哪裡 或者是你在家裡面 你要掃家裡面的其他主機 要掃可以 這樣子去鎖定它 好 然後呢 按save 好save完之後它就會在 行程上面出現 好 好 然後呢 你點它之後呢 接下來你就可以去看 launch就是開始 執行 好 那configuration的部分就是 剛剛我們的設定 好 剛剛我們是第一頁的設定 再來呢 第二個 credential的部分 那你可以去選擇 category 它是什麼 是主機呢 或資料庫呢 或者是 這個 一些相關的類別 雲端服務 好 那Plugin的部分呢 齁 這邊也有告訴你它 啟用的 Plugin有哪一些 很多 那它 後面是它的套件 在這個Plugin底下 它有多少個東西可以去測 那這邊看起來是蠻多的 好 那save之後呢 它會變成列表 好 那列表完之後呢 好 它並沒有開始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 這個 回到清單這邊 買scan裡面 你就看到剛剛這個在這裡 好 那你選它 選它之後呢 我們就按launch launch之後它就開始在跑了 好 那就開始在跑了 那要跑一段時間 好 那我們就放著讓它跑 你看它邊跑 然後邊統計出來 你看它現在 偵測一台主機 然後它的弱點 目前有 這個 有個 那你就可以看看那這邊 紅色代表比較嚴重的 Credential 目前是有 佔7% 那 那 高度的目前沒有 中度的沒有 然後 RODE沒有 這是information 資訊的部分 好 它持續在掃 那 現在找到14個弱點 OK 它會持續在掃 那我們 等它整個掃完之後呢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好 那經過一番等待之後呢 這個掃描已經結束了 這個掃描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掃描完成之後呢 它這是它的一個 整理的畫面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這邊的 這個弱點呢 總共有71個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 Credential 比較重要的這邊呢 有 這麼多個 那點進來之後呢 它有分兩個 那你可以去點其中的說明來看看 那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說 它告訴你的說明是 因為 X509 就是你測試的那台主機呢 它的這個 憑證產生呢 是有問題的 那呢 它會造成一個 攻擊者呢 可以輕鬆的去取得你的 私密金鑰 那私密金鑰 被竊取之後呢 它有可能進行什麼 manning the middle attack 就是中間人攻擊 那中間人攻擊 因為中間 它就可以 它既然有 可以拿得到你的公開金鑰 因為公開金鑰是大家都可以拿的 可是它又偷到你的私密金鑰 那是它 在你的資料傳輸過程之間呢 它可以把資料解開 然後呢 加入一些 這個它想要創改的東西之後再加密 那 收到的人呢 用你的公開金鑰去解密的時候 看到的內容呢 其實已經被創改過了 可是 造成呢 這個資料呢 是不正確的 所以呢 這樣子會造成一些危害 所以Solution的話 它就是說 你必須要去重新產生那些 金鑰的相關內容跟資訊 以確保資料的安全 但是呢 這個私密金鑰 在這樣的情況 容易被 竊取的話 那還是要把這個套件版本更新 以確保這個伺服器的安全 好 那這邊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測試完的Output 目前在這樣的一個弱點上是沒有 那它對應到的Pore有這兩個 那這邊 有相關的資訊 版本資訊這樣子 你可以去看它 CV是多少 你也可以點它 直接連過去看 那有這個網路上的CV 你可以去看 詳細的說明跟解決 知道怎麼去做 好 那除此之外呢 你就可以 一個一個去看 比如說這個VNC的這個弱點是什麼 它告訴你說 VNC的Server呢 這個遠地端的主機 它有執行VNC的這個Server 好 但是呢 它的 這個 也有認證 它有輸入帳號沒有 問題是 它的密碼呢 叫Password 所以這個問題的 點呢 在於說 你是有 有輸入密碼管控沒有錯 但是你用的是Week Week就是比較弱的密碼 那它的密碼就叫Password 所以是不安全的 所以你要現在的做法就是去把密碼換成比較strong一點的 所以它告訴你說 這個密碼你用的這個Password這個單字當作密碼的話 安全度是不夠高的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其他的 各位可以一一的去看看 所以像有一些這個Apache TimeCAD的問題 可以去看 它有一些 有一部分呢 是具有高風險的 有一些是中階的 有一些是提醒的 那你可以去 把每一個呢 弱點看一看 然後呢 包含NFS 就是網路檔案服務管理系統 好 那底下呢 還有一些像Samba的這個問題 這是中階的風險 那你可以去看看 Samba就是我們知道的網方 網路方連 所以它告訴你說Solution做法就是什麼 upgrade Samba version 2哪裡 就是你把這個Samba的服務呢 提升 這個弱點就可以被處理掉 那一樣的 這邊有相對應的說明跟這個CVE 你可以去看它 好 那上面的功能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呢 像這個Report 你要產生這個PDF檔 或HTML檔 或是匯出哪些資訊 好 那 你要啟動的時候 是預設值 還是要自己再去調整 這樣子 好 那 我們在匯出的時候啊 它的那個 如果說我們選這個Report 形式是Executive Summary 就是它只是個總結 總結 所以它的內容很少 就只有各位剛剛看到的那個風險程度的大小 就這樣子而已 沒有詳細的每一個弱點 好 所以你可以選擇這個Custom 好 好 Custom的部分呢 那你就可以決定你要包含哪些資訊 好 那你要有這個 DETAIL 還有這個說明 CEO Solution 你要有這些東西 OK 你全選了 然後呢 就什麼 GENERATE REPORT 好 它就會產生一個檔 好 一個 HTML檔 然後看你要儲存在哪裡 好 那我們假設這個檔叫TEST SCAND 然後呢 B1 GK3A 好 然後OK 好 那它就匯出了 匯出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剛剛產生的BG B1 GK3A 這個 我們Double Click 好 好 那個就是產生 剛剛Output的這個部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只有選到那個Middle 然後我們改一下好了 我們用host的角度來看這樣子 好 勾它 好 主機 總共有這麼多的這個 東西 好 問題 那我們要匯出HTML 然後呢 Custom 然後Group 是用這個主機的方式來做 做整理 然後呢 Generate 好 它就開始匯出了 好 那匯出的檔案是DG 37VC 好 OK 好 它匯出去了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它剛剛產生的這個檔 DG 37VC 這個 好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它 所整理的資訊 齁 那你就不用每次都進NASIS 對不對 那它會 按照你的列表 依序的展 好 這個安全的問題呢 就是 顯示下來 然後你看它的Output是什麼 然後你一一的去找 好 所以我們在做報表的時候呢 通常除了做這個 呃整理之外 好 那這是它的原始檔 原始的報表 那你也可以匯出什麼 好 你也可以匯出這個CSV 好 那CSV檔那你就可以選很多 select all 然後呢 就把它匯出變成Excel Excel裡面的CSV檔 那因為我們在做報告的時候啊 因為我們到最後還是要跟企業報告說你的 企業掃完 你的這個主機掃完之後 有哪一些弱點 要做什麼樣的一個補強 通常還是要做一個Word版的這個報告 所以呢我們還是要有一些後續的工作 去尋找 相關的解決之道 把它翻譯成中文 讓廠商呢 比較清楚知道該怎麼樣去著手 它的這個弱點更新 好 所以這個呢是NASIS的一個功能 那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也 大家可以去試一下 因為它總共只有16個IP 可以 如果是這個 Education 或者Student呢 它只有16個IP 各位可以去試試看 然後呢 去了解一下 你要測的主機 有哪些安全上的漏洞 好 這就是弱點偵測 針對NASIS這一套的一個介紹 以上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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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